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来自不同领域的行家带你细细品尝生活的点滴趣味 与你共享生活品味 欢迎收听news酒吧酒吧新闻台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酒吧行家品味 我是嘉璇 我们上礼拜邀请到交通部观光局国际推广师许琼文 来跟我们介绍他的新书 农村厨房寻味之旅 琼文好 大学好 大家好 其实近期国人最想要前往的国内旅游景点 大概台东就占了38%第一名 然后小琉球27%跟宜兰24% 然后刚好我们这本介绍的书籍 也不算热门景点要怎么讲吗 应该是说不会人挤人 应该是说大家平常不会想到的地方 对 那所以就还蛮适合现在大家出游的 对对对对对 那想要请琼文来介绍这15家休闲农场 还有什么你觉得非常有趣的故事呢 其实如果说大家很懒的跑远啊 或者说不想要塞车的话 在台北市啊就有两家休闲农场 我们写在书里面的一个是梅居 对 那一个是白石生活休闲农场 那以梅居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这15家里面唯一做素食料理的 素食料理 嗯 蔬食我们说蔬食料理 嗯 就对啊 它在 它就位在阳明山里面 然后有点仪式独居 也有一点其实离春节的时候 大家会去赏樱花的那个平等礼 非常的靠近 所以它好像可以靠近那个樱花的地方 但是又可以有自己自己的独立空间 那在它的那个山 农场里面的展望非常好 它可以眺望到台北101 非常清楚的 对啊 看得到城市 可是我又是一个非常穿主地 在居高临下的感觉 很棒耶 然后又有老鹰或是 老鹰 鸟从你的眼前飞过 然后云朵从眼前飘过 云雾飘过 哇 就有点仙人 站在高山上 跳望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们 对对对 而且刚刚跟穷雯有聊到 这个老板其实是有一点故事的 是吗 对对对对 它这间农场啊 其实是它的姑姑 呃 委托它来来经营 接手经营 因为姑姑跟姑丈 其实年事已高 那呃 这间农场的话 如果没有人继续接手的话 就会变得是很 很可惜的地方 尤其是当他们姑姑跟姑丈啊 当年在经营这农场的时候 就是以有机 或是说自然栽子的方式 去富裕这块土地 所以他们已经有二三十年是没有洒过任何农药了 二三十年很厉害耶 对就是它接手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养地养得非常好的地方 哇 可是他當他來 那他來之前啊 其實非常有趣 他其實從事餐飲業 那除了餐飲業之外 他還開了酒店 這個也是在書裡面 比較沒有說到的小趣事 對啊 那他的 在酒店經營跟 我們現在看到他跟 蔬食的休閒農場啊 就有一個很大的衝突感 對有一個落差感 好像金盆洗手啦 洗盡千萬人 回到山林裡面來 那他說他當初 回到跟姑姑姑丈啊 來到這個山林 陽明山上的時候 他就想說 好吧我就來看一看吧 結果他只待了第一個晚上 就想要打退堂鼓 因為他覺得 這裡實在是生活太單調了 可是他覺得 如果就這樣放棄 實在是很丟臉 因為姑姑跟姑丈 都生活這麼久了 所以他就沒有放棄自己 想說好給自己再多一點點時間 然後他 記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他姑姑跟姑丈 帶他上山的時候 去鄰近的地方吃火鍋 大概走路30分鐘 下山30分鐘 走路的喔 是下山的 對就爬下去 然後再爬回來 不是上 然後吃完之後回來 再爬回來 他說光是這樣子啊 他就已經氣喘續續 但是他的鼓鼓鼓掌 七十幾歲的人喔 臉不紅氣不喘 他就覺得 我不行 我不行 這樣就更小了 有點丟臉這樣 不行 那後來他就開始整地啊 他說第一個月真的每天晚上回到床上 躺在床上都跟木頭人一樣 然後還左腳右腳輪流抽筋 好可怕 超好笑的 哈哈哈哈 對 完全沒有辦法 然後 那他為了要去 去經營這個地方 也去學習怎麼去做蔬食料理 可是他學習方式啊非常特別 他說就是隨便煮 隨便煮 因為你要吃食物的原型 原味 所以你要去品嚐它的味道 你要先去知道它的味道 然後 欸 賞賞它的味道 賞了它的味道之後 你才學會怎麼品味 所以他所有料理都是自己 研發的 先跟一個師傅學期做醬料 之後都是自己去研發 那他就很像那個 理事鎮一樣 欸不是就像那個 他就去長白草 對 很像神龍士去長白草 就拿著書 我看到你寫說隨便煮 我想說 蛤隨便煮 對啊 就是他還希望說是 如果是 他不要挑專業的廚師是嗎 對 因為他覺得專業廚師有醬氣 嗯 那他會有一套自己覺得 這個東西就是要怎麼煮 啊 比如說法式料理就是要怎麼煮啦 或是 意大利料理就是要怎麼煮 他不要這種師傅 嗯 他就是要那個什麼都不懂的人 所以他才能把食物玩出 什麼都不懂的 可以把食物玩出各種方法 搭配出各種料理 尤其是他那邊都是以蔬食蔬菜 對 然後野草 嗯 因為陽明山最多的就是野菜 哦 那他的農場裡面最多的東西就是野菜 嗯 那你就一個一個去吃 吃完之後你再去用這個東西去跟 比如說蛋來搭配 或是跟苦瓜來搭配 嗯 然後去撞擊那些口感裡面的滋味 他說當他覺得好吃 當你覺得好吃的時候 這東西就成功了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找外行人不懂得煮飯的嗎 他其實是懂料理的 但是他找的廚師是不懂料理的 哇 對 好前衛喔 呵呵呵呵 就是我也覺得他蠻勇敢 對 那他消費者也是很厲害 對 不過都買單 然後他有 也是有常客喔 每個禮拜都去 哇 他說你看我會生出這麼多料理 就是因為被常客害的 哈哈 被常客害的 對 因為常客他一定不會想要吃重複的食材啊 哦 對啦 不是重複的食物 所以他就要每周鹽巴 所以他就說光是苦瓜 他就說光那苦瓜 我要變100種方式 100種 對 我說100種你怎麼煮 他就說你來吃140 哈哈 我煮給你吃 好強喔 對 哇 所以他的體驗是 他的體驗的話就是 你進到那個農場 他就會告訴你 他就會慢慢帶你去認識 陽明山裡面會有的野菜 他真的很有趣 就一路吃進去 一路吃野菜 就是 路邊採到什麼就拿起來吃 深吃嗎 對他就深吃 他就會教你吃這個食物的滋味 那我記得有一個有一個食材叫漢金蓮 他真的很有趣 他就長得很圓圓的很像小小的荷葉 非常薄 那那個漢金蓮他吃進去的時候 很像有股芥末味 對 就很有趣 然後有點嗆辣 但是又不會太刺激 可是你把它拿來就是搭配其他的蔬菜來吃的話 他又非常的溫和 甚至可以提出其他蔬菜的味道 所以他生跟熟的味道會不一樣嗎 其實他就是生吃 只是你在口感裡面 你一個是單吃 一個是搭配其他食材來吃 就會覺得 好有趣喔 怎麼吃起來會不一樣 有變化的味道 對 然後所以跟著他的話就是一路吃吃吃 他就很像從那個草裡面拔起來 這個你吃吃看 這個你聞看 就從土裡新鮮的 對 對對對 全部都是直接現採現吃 真的很酷 對 很有趣 然後就是吃完現採現吃之後 還會就是來料理 對 再進到他的廚房料理 那他有一道菜我覺得他的典故非常有趣 它是叫做滑蛋橘子 滑蛋橘子 對啊 因為你看喔他自己種橘子 在梅菊裡面 他其實最早起他就是種橘子 是一個橘子圓 那他現在其實不只有橘子啊 還有花啊還有其他的蔬果等等 但還保留了當初他們種橘子的那些 一些橘子樹 那橘子啊你要怎麼去搭配料理 嗯 才會有不同的創意 嗯 結果他就想了想了想 還有那個 想了想的就跟他的蛋做在一起 這很請問 對 因為蛋這件事情也是 蛋就是蛋啊 對 你要怎麼激盪出不一樣的菜色 嗯 就想了想了想 結果就被橘子砸到 然後他說啊那我就 然後砸到又滑一跤 他說啊那我就在做滑蛋橘子好了 哈哈 因為我們正常不會想說 橘子跟蛋放在一起 對 不會 而且老實說我自己啊 嗯 很不喜歡吃 呃有一個料理叫做什麼橙汁排骨 哦 我懂 我可以理解 我那時候聽到這道菜的時候 我想說會不會是那個感覺 蛤 我跟你說完全不一樣 非常清新口感 這是因為橙汁排骨還有加糖 就是 我不曉得因為橙汁排骨很油膩 然後他又炸 可是他跟橙 對我來講啊 我我不是那麼喜歡 我覺得他他不搭啊 分開吃好嗎 哈哈哈 我也覺得 哈哈哈 但是他的滑蛋橘子 因為你的蛋要滑潤 嗯 他可以滑就是要有很多的油 那外面的油可能就 不太好的 不是很好的油 那他為了要兼顧健康 所以他用薑麻油 他用麻油 他用麻油 然後去憋那個香氣 哇 所以其實他在跟橘子搭配起來 就會覺得哇 好好 非常好吃 真的 那個東西你回家都會想要自己做 而且他剛好是麻油跟橘子的冷 可以中和的感覺 對 對 哇很棒的雞蛋 他就把這道經典料理交給大家 回家就可以自己做 嗯 滑蛋橘子 大家可以試試看 在家自己做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回來 歡迎回到FM98.1 News9898新聞台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 酒吧行家品味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邀請 琼文和我們介紹 農村廚房尋味之旅 那剛剛我們聊到了 梅居嘛 休閒農場 對 那接下來想要請琼文和我們介紹 音樂米創意產銷企業社 嘿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農場呢 音樂米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對音樂跟米 音樂跟米怎麼會做結合 對 其實就是因為這裡有兩個人的結合 就是 這對夫妻一個是掌管音樂 一個是掌管種田 嗯 老婆 欸老公呢就是 是少年阿公 我們都叫她少年阿公 可是她其實是三十來歲的年輕人 那她老婆不是少年阿嬤 是仙女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叫仙女 其實她的名字叫黃宣怡 喔 她的阿嬤都叫她仙怡仙怡仙怡 然後就變仙女仙女仙女 對 那少年阿公的名字是方子惟 對 那他們兩個就是 欸自己本身就是宜蘭人 我對於這種 青年返鄉 務農這件事情 就非常的佩服 哇 而且她是 她這兩年輕人大概 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是對於 不管是土地正義啦 或者是 青年返鄉 還有務農的這一塊 他們都投入了非常多的行力 喔 目標是很一致的 那兩個人因為這件事情的 因為要跟土地正義的結合 然後就結合了在一起 嗯 那他們的基地呢 是以仙女的阿嬤的老錯 喔 阿嬤的遊艺站 嗯 作為他們的基地 那她在這個基地裡面 就有農村廚房 那房子裡面其實都保留了阿嬤的鼓噪 欸就是 老噪腳 喔 然後還有那個客廳 然後古名城也都看得到 好厲害喔 然後其中還有一個空間 是拿來做仙女的音樂教室 所以她仙女本身是在做音樂的 她是音樂老師 她是音樂老師 她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音樂老師 去那邊農村廚房 她就會彈吉他給你聽阿或者什麼的 然後 她 講到她的音樂老師阿 有一次我去採訪 他們兩個夫妻還在我到處啪啪的時候 欸走走走走的時候 仙女就說 哎呀我今天好像忘了去上課 欸是學校裡面 啊 那立刻趕過去嗎 老師比學生還不認真 老師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就說 欸妳這樣OK嗎 喔可以啦我學生很習慣 喔我是很習慣 對對對 再幫他們補課上音樂課就好了 哇喔 她就有點隨性 然後是一個非常活潑開朗的女生 然後只要有她自在的地方 就充滿歡樂 喔喔喔 對啊 然後 所以音樂迷是這樣來 那方子惟她就在 在有阿嬤一站附近種了田 那她的田裡面種的是紫米 跟其他人種白米又不一樣 對 那她當初就是為了要做區隔 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 可是她也有遭遇到一些困難 因為如果都是一整片白米的話 在收割的時候其實只要請機具來 然後就一整片收割 可是因為她是紫米 她就沒有辦法跟人家一起收割 所以她就只能自己 喔自己弄 對自己弄 所以她所有東西都親力親為 哇 就是也是很不容易的一對夫妻 所以我看到她們返鄉 我就覺得她們就是用生命 在實踐那個農村的文化還有經濟 就由衷的佩服 那紫維她除了在游阿嬤 游阿嬤的驛站這裡作為她的基地之外 其實她最主要是在菜市場導覽 菜市場導覽 好酷喔 這個少年阿公啊 她從她的我們見到她的第一面 她跟這整個行程 她會先跟客人約在火車站見面 嗯 然後你都不會怕認不出來 因為她的行頭就非常的鮮明 一個年輕人穿了十足的 慫很慫的 疊紗 對 疊紗是 就是竹衫 白色以前阿公會穿那種很透風的那種竹衫衫 前面還有個小口袋 頭上戴那個廟會一定會看到的帽子 黃色的 黃色紅白黃紅相見的帽子 然後肩上一定會一條黃色的毛巾 啊下面的那個西裝褲啊 嗯 就很透風 然後一定要一高一低 啊腳上一定要踩那個黃色的荷蘭鞋 荷蘭鞋 脫鞋 黃色的脫鞋 對啊這就是最早期阿公會穿的衣服 啊為什麼阿公要穿這樣 因為他有時候會去霧農嘛 啊霧農這就很通風 啊西裝褲其實很柔軟 啊蘸藥蹲都很方便 喔是這樣 對 啊濕掉了其實也很快乾 那是最最快的排汗衫 最早期的排汗衫 我還以為會穿四腳褲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甚至四腳褲霧農可能還會被蟲咬啊 這樣還可以防曬啊 也是有道理 對 所以他就穿這樣子 自身航頭 你在火車上就絕對不會認錯人 喔 對 然後就跟著他一起到菜市場裡面去走 那跟他到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宜蘭菜市場裡面長大的小孩 他們爸爸媽媽都是在菜市場裡面工作 然後媽媽超級時髦的 專門賣時裝 然後在菜市場裡面 哇 很正超正 時裝美妝 就是賣衣服這樣子 喔喔喔喔 然後那他就是到處打滾 從小就是在菜市場裡面打滾 好厲害 那菜市場裡面每一家攤商在賣什麼 那個叔叔伯伯阿姨什麼 他都叫得出口 就好像他家 都認識的 就是好像他親戚一樣 對啊 那走到菜市場裡面也不是只有 去看賣什麼魚啊賣什麼菜 特別是他有很多的外國旅客 會來跟著他去走台灣的菜市場 對外國人來講台灣菜市場很豐富很多元 很不一樣 很在地 尤其是我們在講越在地越國際的時候 菜市場他就是體現了我們生活博物館 對 那你在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生活 可以看到我們節慶 不同的節慶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食材在菜市場裡面販售 元宵節的時候看到湯圓 然後七夕的時候你就看到麻油雞 這樣子 那除了這之外 他還會帶外國人去逛 菜市場裡面會有的中藥行 中藥鋪子 或者是金銀紙店 金銀紙店 就是賣金銀紙 金銀紙 金銀紙的店 對啊 那賣金銀的店啊 他有時候還會 祭拜祖先的時候會有一些祭品 那現在祭品不是很高檔嗎 什麼 紙座紙紮的那個iPhone啊 對 然後還有各國萬國錢幣 然後外國人看他就 喔這厲害 然後還有那個SK2 還有SK2 有紙座的SK2嗎 有有超級多還有iPad 我紙座iPhone iPad 超級多 什麼都有 真的什麼都有 好酷 B&W要燒什麼都有 所以外國人 光走到那個金銀紙店的時候 就走不出來 還會一直拍照 他買回去做紀念 這個我就 我相信有人會買喔 真的我相信有人會買 然後他媽媽的店裡面 現在還有賣少年阿公行頭的衣服 還真的有外國人買一套穿 好夠喔 真的真的 很有趣 對啊 所以他就帶他們去菜市場觀光一圈 對 去帶他們去繞一圈 哇很棒耶 那觀完菜市場之後呢 觀完菜市場啊 就跟了少年阿公 回到他們郊西有阿嬤一站 那到有阿嬤一站 他會先帶你去看到稻田啊 或是去做一些農事體驗 他也有一些蔬菜啊 你可以幫忙從事一些農活 那有的時候呢 會曬蘿蔔乾 其實 其實在紫維他們這邊啊 少年阿公這邊 就很生活化 蛤 所以就依著那個時令 下來 就有什麼農活 你就跟著我一起做 喔就是會 跟著 會交替的做 對 不是只有單一個 對他不會只有單一個 但是蔬菜田是永遠都在那 你可以幫忙整地啦 或是採些蔬菜等等 那你也可以幫忙醃蘿蔔 或是醃醬菜之類的 很棒耶 那他在他的那個活動設計裡面呢 有一個鹹菜結 鹹菜結 對 就仙女和腰帶 他是鹹菜結 這個名字很很可愛 仙女和腰帶 對 他就是把 把一條 呃里肌肉 然後再綁上蝴蝶 呃 胡蘿蔔 那胡蘿蔔呢 之後再 再搭配他們自己醃的 酸菜 中間再用那個腹竹 去綁一個帶 嗯 綁一個蝴蝶結 那這樣的東西 再丟到 湯裡面搭配蛤蜊 嗯 薑絲 就是他們早期農村裡面 最早期或是節慶裡面 會吃的一道湯品 哇 嗯 朱莉有圖片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非常的 特色 有特色的料理 非常的鮮 而且他就是 這個醃 醃鹹菜的話 也可以跟著那個少年阿公一起做 因為鹹菜 其實也是我們古早 古早那個 仙人的智慧去醃出來醬菜 嗯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農村音樂會耶 對啊 就是 仙女 就是你做完了料理之後 仙女就會出來帶動唱 喔 把那個活動帶到最高潮 然後ENDING 一起拍照 好可愛喔 一個完美的結束 對 而且在他的歌聲裡面 還有歌詞裡面 都可以聽到當 當地交溪的文化啊 然後還有農村的生活 然後阿嬤對他的情感等等 有的人甚至會聽到他的音樂 就聽著聽著就哭了 太感動了 好感性喔 對 哇塞 真的很棒耶 這東西阿就是你一定要去現場 現場體驗了之後 才會感受得到 在農村裡面的那種農家樂 嗯 對 真的而且很適合帶著 親朋好友或者是 一家人 一起去 對 來看看我們年輕人為什麼要返鄉 來務農 農其實已經不是我們早期想像的那麼辛苦 嗯 他們把農做的變得很時尚 變得很歡樂 變得很生活 然後告訴你其實台灣就是跟農 是分不開來的 嗯 真的 今天很開心能邀請到交通部觀光局 國際推廣師成文到節目中 來和我們分享台灣特色的休閒農場深度之旅 以及背後的故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介紹的太詳緊 那剩下的部分呢 聽眾朋友可以參考這一本 農村廚房尋味之旅 是由蘋果屋出版的 那節目就先進行到這邊囉 謝謝成文 謝謝